今天跟大家分享一篇相當舊的文章 相信大部份人對於官場的升遷都會感覺到很有興趣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篇文章是講中國官員的升遷的問題 就是在研究有什麼因素和升遷有關係 這個也不是祖國不是為國家發出的 而清華大學有位學者和新加坡國立大學有幾位學者一起 聯合分析了中國283個城市官員、市委書記和市長的業績和升遷資料 同時他們考察了地方投資和官員升遷的關係 然後這份報告發表了在商業周行的中文版 其中有八大點在這篇文章裏列出來 第一點就是和前任對比的GDP增長比率 這個是正相關的 什麼叫正相關呢? 就是說如果這一點向上升的話 它升職的機會也同樣地向上升 如果是反過來 某一點是向上升 而它升職的機會反而下降了 這個叫負相關 我們看到GDP增長比率是正相關 很合理 這是公職 然後看一看任職期間環境設施的投資 竟然是負相關 這樣又比較有趣 第三點是否女性市委書記正相關 即是女性市委書記容易升職 市長反而是負相關 這個相信會打破很多人的一般的想法 然後第四點 到底是否有研究生或者博士學位 市委書記原來負相關 即是說你學歷越高 反而市委書記的仕途就越差 但是市長是正相關的 這件事情有趣 其實之前有一個中國人民大學校長 紀寶成曾經說過 中國最大的博士群體不是在高校 而是在官場 這一個也可以看得出 我們中國以這個科學的思想治國 真是非常之成功 然後我們看第五點 是否有在其他省份的工作經歷 如果是市委書記的話是正相關 而市長是負相關的 這個又挺有趣 原來你在其他地方其他省份 有做過事的話 對於市長的升遷來說反而不利 第六點 是否有國企行政崗位的工作經歷 是負相關的 原來在國企做過 反而不利於在官場發展 其實這個會否跟以往的國企 可能有少少壞習慣 是有些關係 而第七點 是否有中國共青團的工作經歷 是正相關的 這個大家都可以預見到 而最後就是現時職位的任職年齡 這個都是負相關的 那就是說 其實我們仍然是比較重視那個人的人生經驗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些都挺有趣 去官場研究一下 然後給大家知道 當是一些揭物式的寫法 其實這篇文章 小弟說過是一篇非常舊的文章 這一篇正正在兩年之前 2020年的9月4日 小弟就看到這篇文章 不過留了上來 在桌面上 看到這個連結 按進去看 就正正和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小弟最近又看到另一個新聞 和這個東西是挺有關係的 因為如果我們的升遷的準則 尤其是官員升遷的準則 是完全打瓦迷 大家一定要事後才知道 然後做一個統計去找出來的話 這種做法叫做鼓鼓下 一個國家如果要一個利字清明 是不是應該很清晰將升遷制度 詳細告訴別人呢 如果只是靠鼓鼓下 會不會可以治理好的國家呢 那其實這個問題 當然小弟想得到 我們中央比小弟厲害 不知道多少千萬倍 甚至億倍 更加會非常之清楚的 那所以呢 也都是有見我們的中國 其實是越來越走一個法治 和規範式的管治的路線 那所以呢 我們就見到最近 有這個文章出來了 相當之有關係 我們看回共產黨新聞網 看到呢 有一個叫做推進領導幹部 能上能下的規定 9月20日發出來的 那根據新華者9月19日 就是中共中央辦公廳 印發了推進領導幹部 能上能下的規定 而這個規定呢 其實呢 就是要整理回現在的理智 因為呢 其實大家知道 很多人都會覺得公務員 其實就是一個金飯碗 那個飯碗絕對不會打爛的 那其實這個呢 造成很多政府的流幣 所以現在呢 我們看到我們中央呢 是要大刀斧斧 改善這個這個氛圍 那所以呢 才出了一個這樣的 能上能下的規定出來 而這個規定呢 在2022年9月8日呢 也是做了最新的修訂的 我們先看看這個修訂 到底在說些什麼 那就是看到呢 首先是個最主要的目的 由第二條可以看到的 就是呢 推動領導幹部能上能下 那其實最主要呢 就是為了新時代黨的組織路線 落實新時代好幹部的標準 堅持黨要管黨 全面從嚴治國治黨 堅持實事求是 公道政派 堅持事業為上 人事相宜 堅持依法依規 積極穩妥 著力解決不擔當 不作為亂作為等等問題 促使領導幹部 自覺實踐這個 三言三實的要求 推動形成能者上 優者長 容者下 劣者態的用人道向 和從政環境 哇 說得非常之清楚 而第四條呢 也都說得很清晰的了 就是推動領導幹部 能上能下 重點是要解決能下的問題 不是一尾聲的 你不行的就降 甚至是會沒有了飯碗 這個呢 升遷的制度嚴謹 才可以確保每一個位置的人 真是盡全力去付出他的所有 這裏說得明 是要結合實質分類的施策 嚴格執行問責 黨紀政務處分 組織處理 辭職 職務任期 退休等等有關的制度規定 暢通幹部下的渠道 所以這裏呢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其實它最主要是要解決 幹部降職 或者甚至是免職的渠道 將它辱之於法規 這件事其實是要整肅 來自一個很重要的步驟來的 而中國呢 我們中國一直是很體重這件事 這也是今時今日 中國政府的效率這麽高 能力這麽強 和這麽盡心盡力為人民 一個很重要的基本原則來的 好 我們看看 有什麽情況是不適宜擔任任職 其實最主要是指幹部的 德 能 勤 職 念 這五個重點裏面 是否和所任的職務相符 如果不相符的話 對不起 你不適宜在現崗位繼續任職 如果幹部有下列十五種情況的 任何一樣 就被認定為不適宜擔任任職 應當及時予以調整 第一是什麽呢 政治能力不過硬 缺乏應有的政治判斷力 政治領悟力 政治執行力 在不治不扣貫徹落實 黨中央決策部署 結合實際推動落地見效上 存在明顯差距的 即是說你不知道應該怎麽做 但是亂做 這些就是一個不稱職的表現 第二 你想信念動搖 在涉及黨的領導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等等 重大原則問題上立場不堅定 態度曖昧 關鍵時刻經不住考驗 沒錯 當然了 做一個公務官員 自然是要和國家的政策是相配合才行 第三 擔當和鬥爭精神不強 在事關黨和國家利益 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等等 緊要關頭 林鄭退縮 在急難險重任務 重大風險考驗面前 消極逃避或者應對處置不力 正如小弟一直都說 如果是要圍觀從政的話 萬子必須要讀 為什麽呢 小弟經常都說 自反而縮 須千萬人不往矣 這個氣魄是來自萬子的文章 亦都是從政者應該有的心態 如果御士覺得難馬上退縮的話 你怎麽叫須千萬人不往矣 好 第四 政績觀是存在偏差 不可以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 不留意準確把握新發展的階段 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 在構建新發展格局 推動高質量發展上面 不積極不作為 搞形象工程 搞政績工程亂作為的 全部要罰 違背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 這是第五點 獨斷專行或者軟弱換散 自行歧視不執行或者擅自改變組織 作出的決定 在領導班子中鬧沒有原則糾紛 或者任人為親 拉幫結派 破壞所在地方 單位政治生態等等 其實這一件事 小弟真的想起美國 為什麽突然想起美國呢 大家還記得特朗普上來之後 他自己姨媽姑姐親朋戚友 全部佔了政府的高位 這些如果放在我們國家的指引上面 是否一個可以接受的情況呢 大家自己想一想 第六點 組織觀念淡薄 不嚴格執行重大事項請示報告 個人有關事項報告等制度 沒有正當理由拒不執行組織的分配 調動交流等決定的 第七 事業心臺責任感不強 精神狀態差 咦 說著拜登 哈哈 對職責範圍內的事項 呼顯失責 對群眾急難 仇喊問題不上心 不盡力 工作推拖妖朵 嚴悟這個事業發展的 即是說為官備事的就大惡了 好 第八 領導能力不足 不能有效履行職責 按要求完成目標任務 重大戰略 還要改革 重點工作 推進不力的 所負責的工作 較長時間處於落後狀態 或者出現較大失誤的 都全部是要問責 其實小弟經常都說 小弟真的很不幸 住親的地方 往往都涉及很長時間的修路 有時候只不過做一個半條街左右的修路 其實都要阻礙我們出入六七個月的時間 這個情況 如果放回我們國家的指引來說 這個是不是可以接受得到呢 第九 違規決策或者決策論證 不充分不慈重 造成公共資金 國有資產 國有資源損失浪費 生態環境破壞 公共利益損害等等的結果 這個也是要罰 然後第十點就是 作風不言不實 執行中央百項規定精神不嚴格 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突出 造成不良影響的 十一 品行不端 行為失犯 違反社會功德、職業道德 家庭美德造成不良影響 哇 真是可以看到 我們的國家 對於社會風氣是多麼重視 這個也是我們喜歡管治的其中一個最大的理由之一 十二 因存在配偶子女移居國或境外 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經商辦企業等情況 按照有關規定需要組織調整 即是如果你是 那些子女移民了 而且子女配偶經商 而且沒有通知給國家知道的話 就要經過組織去調整 這些全部都不合格 十三 三年度巧合被確定為不稱職 或者連續兩年被確定為基本稱職 以及民主測評優秀和稱職得票率達不到三分之二 哇 這個要求很高 經認定確屬不適宜擔任現職的 可以看到不單止不稱職 連續兩年都只是剛剛好的都不行 哇 這個真的可以說是一個非常高的要求 第四 因為健康原因無法正常履行工作職責一年以上的 以及第五 是其他不適宜擔任現職的情況 那當然法規出到來 我們到底怎樣執行這個法規也是非常重要 這一篇文章裡面已經是將怎樣 按什麼程序去審核每一個人 其實都寫得非常清楚的 第一就是核實認定 組織人事部門綜合分析各方面的情況 對不適宜擔任現職的情形進行核實 作出客觀評價和準確認定 注重聽取群眾反映了解群眾口碑 特別是聽取工作對象 服務對象等相關人員的意見 必要時可以和幹部本身談話 聽取說明 給機會去解釋非常公平 第二提出建議組織人事部門 根據調查核實和分析的研判結果 對不適宜擔任現職幹部提出調整建議 包括調整原因調整方式 安排去向等等內容 第三組織決定 黨委黨組召開會議集體研究 作出調整決定 作出決定之前會聽取有關方面的意見 涉及幹部雙重管理的主管方 應該按照有關規定程序 徵求協管方的意見 第四 談話 黨委黨組或者組織人事部門 負責同志和調整對象進行談話 宣布組織決定 認真細緻做好思想工作 第五 按照有關規定履行任免的程序 因為一個月之內 辦理調整幹部工資待遇等等方面的手續 對選舉和依法任免的幹部 按照有關法律法規 章程和規定的程序進行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對於幹部能上能下 其實我們中央已經做了很大的力度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 頒布的這個準則 看到第十八條 就是本規定由法部之日起施行 2022年9月20日101版 當時已經宣布了 即是說現在這樣的法規已經在進行中 所以小弟覺得 對未來中國的來自的進步 其實是非常之看好的 因為法規是非常重要的 真是小弟或者是孤陋寡民 我不知道全世界有任何一個國家或者地區 有這樣將幹部升降的準則 這麼開放公開地公佈給大家知道 其實我們知道不單止在香港 甚至全世界 其實可以做得政府官員 都可以說是一個鐵飯碗 金飯碗 但是唯獨是我們中國 是要打破這樣的慣例 而這件事也是真真正正可以為理智 帶來進一步的提升的一個不義法門 可以說 其實看到我們內地做得有多好 當然作為香港人忍不住都會看一看自己 跟著 躲低頭搖頭嘆聲 這個似乎是必然的事 其實好像屈原賢小姐 其中她也有出過一篇文章 9月22日 就是說官字不再兩個口 也有提及這個能上能下的規定 其實小弟覺得感觸最大的 就是屈小姐在最後提到 她說如果我們用以上中央要求的15點 來審視今天香港的官員 相信很多人都會不合格 突然之間想一國兩制之下為官者標準 應該是跟一國還是兩制呢 其實我們知道香港的官員 不論是公務員體系的 或者是所謂的問責團隊的 其實真的有沒有符合到 剛才說的這15個條件呢 他們是不是真的做足了 完全沒有犯過這15點 而繼續享受他們的高薪厚職呢 相信香港市民自然對這件事 是有公道的評論的了 其實小弟也想起2017年的時候 國家主席習大大習近平主席 就是在2017年 訓事當時林鄭月娥剛剛上台的班子 其中她說過很多說話 一寸單身難報國 為官並事平身恥 這句大家應該很熟悉的了 上下同辱者勝 其實說了這麼多東西 但是我們看到過去五年一直到現在 我們看到管治班子有沒有聽過習主席說的話 其實這件事情 小弟覺得非常遺憾的 習主席說得這麼清楚 說為官秘事平身恥 但是好像那些官員們 好像只是聽到頭四個字 聽不到最後三個字 他們只是在說為官秘事 為官秘事 到底是不是平身恥 他們一點都感受不到 所以其實小弟真的覺得 是不是習大大跟他們說話的時候 說完四個字 突然間有飛機飛過熊一聲 他們聽不到剩下的三個字 是不是突然間有對儀仗隊 經過零零磅 他們突然間聽不到後面的三個字 為什麼他們個個做事 都只是為官秘事 其實小弟想起了一套 差不多二十年前小弟看過的片 那一套叫Accidental Hero 其中他最後這一幕 德斯林何夫曼和兒子 說他如何救人的一件事 其實我們就可以看到 類似這樣的情況就有發生過了 在這幾秒鐘時間讓大家笑一笑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當德斯林何夫曼上說的時候 他說完那幾個字 就突然間有對儀仗隊經過 後面說的話全部都聽不到 其實小弟想起 當年習大大跟我們當日的特區 這個特區的問責團隊見面的時候 是不是說完圍觀秘事四個字之後 又有對儀仗隊出現呢 其實當時是沒有 其實小弟覺得 這個真是人的水平的問題 所以小弟大家知道 遇到是非常熱愛中國文化的 所以小弟一直堅持一件事 就是如果沒有讀過中國文化的古籍的話 其實真是沒有資格做官 因為不論論語萬子裡面教我們 都是怎樣呢 忠心僅僅為社會去辦事 而且小弟都多次有提及過 萬子裡面所說的 自反而縮 衰千萬人不往矣 這種氣魄心態 絕對是每一個從政的人都應該有的心態 好遺憾香港見不到大小弟 因為在我們中國的官員裡面 看到實在太多了 所以我們很明顯就會見到 中國未來的理智會 會是越來越好的 至於香港可否跟得上 就看看香港的特首李先生 有沒有這樣拍力去做一次 這麼大的改革了 好小弟今次的分享到這裡為止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和支持 如果大家喜歡今次的一段片 請大家幫忙點讚留言和將它分享出去 如果大家還未訂閱 遇到這個頻道 請馬上訂閱 還有記得按一下小鐘 大家就不會再錯過小弟的分享和分析了 我們下一次下一個話題再談過